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 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 我是主讲人之歌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Transformation下的四个算子 分别是Left Autodrain,Right Autodrain,还有Cartation,还有Growby 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营QO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边呢,会有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 并且有老师为大家进行指导 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学习 好,朋友们,那这节课呢 我们来继续学习Transformation当中的算子Cartation,Decart,G Decart,G 那在我们学习SQL也好,还是Hackle也好 那我们在做表的查询语句的时候呢 特别是两秒合并长选的时候,一定要避免Decart,G的产生 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展示一下Decart,G的产生一个效果 那我们在这里怎么做呢,我们用当前的RDD1和RDD2进行一个Decart,G产生 那这里什么是Decart,G呢,就是RDD1中的每一个元素 每一个元素会和RDD2中的每一个元素产生一个G,产生一个G,产生一个G,G 也就是说Tum1会和Jerry2,Tum2和Doc10都会产生一个元素 Jerry3会跟Jerry2,Tum2,Doc10形成一个元素 那这种所产生的结果呢,就叫做Decart,G啊 那我们在特别是在四个查语认识,表与表之间的查语 一定要避免,所以呢,在这里,这个合并查语认识一定要注意啊 所以在这里,我们来做一下这个Decart,G啊 这个Cartation,RTES,然后RDD2 此时呢,记住,它会返回一个全新的RDD RDD4,5 我们来打印一下这个结果啊,不论它 RDD5.Connect.TuleBuff,搞定 此时之星,找你 那在这里呢,我们稍等一下啊 让我们运行一下效果 好,那下面这个呢 这个是的啊,就是我们说的第二集 大家看好啊 RDD1中的Tum1是不是跟RDD2中的Jerry2 Tum2和Doc10都产生了一个大结果集 对吧,每一个都产生一个 包括你看啊,包括这个Jerry3,Jerry2,Jerry3 Tum2,Jerry3,Toc10 是不是也产生了一个大结果集,对吧 所以这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迪卡尔集 啊,迪卡尔集 OK,那么我们这个第二集也介绍了